27例了,再是比较平均 这里有两群人的IQ 我们看到这些数据,譬如群A 九十几,百一,一百零几,百二,百二,一百零几,九十几 集中在一百附近,一百多一点,或一百少一点 群B猜疑性比较大 109,1,1,2,96,103几,又是170 很明显有个extreme value,170 这个13算是多大 这里还有个138 所以群B的差异比较大些 或者有extreme value 就不太合适用mean去做比较 就是mean不是几对 mode很多时候都未必很对 出现次数最多的number 没什么特别,太大意思 哪个最popular比个number出得最多 所以在这些情况下 一旦有extreme value 我们就多数会选median 因为它是最不受extreme value所影响 所以可以写下了 就是有个170的extreme value 所以mean就不好 所以median就比较合适 而群B也有两个mode 一个是102 另一个是109 有时都很难比较 两个mode 接着 part B 叫你真的比较两group人的IQ 用A part你选了的average 就是要选个median 记住的原因 median is not affected by extreme values 就找中间的number 你只需要把number 由小到大排一次 找中间的 这些慢慢自己继续 一个是a group a 104.5 group b 113.5 b大一点 五岁 b的IQ group bIQ 是高一点 有 不是 准备 有 细备 我 细备 就